我仍守着我工作原则 否着我做传媒人的底线 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说要有所不说 大家好,我是新闻天地主持,老总李錦雄 我每天早上的闹钟是五点半 起床,匆匆梳洗,马上开个电脑看一看 最新的一些新闻 我约定的士司机,叫做阿梁 阿梁很特别,DX8自己有来的 我们相遇之后,现在约定了 六点十分就在我家门口 送我回DX8,风雨不改 一般来说,车程大概是十分钟左右 所以通常我是六点踏四,踏五 就回到DX8 当时整个数码都还没睡醒 看到DX8,第一件事 就是看报纸到了没有 报纸很尽时到的 通常我还没回到DX8,报纸已经送到来 拿报纸,开门 接着开灯 我是DX8第一个开灯的人 当然我不希望将来我最后一个熄灯的人 开灯,好记定同着就回到其中一个电脑位 打电脑就把我在家里稍稍拿过一下 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新闻发生了 两岸时评看看 台湾报纸,今天的社评说什么 那些一早可以看到 一卖位,然后将我已经看过的资料 就拼出来 有些是拼两份,一份是给家拳的 开始看社论,拼香港社论 就画下一些重点 所以大家会听这个社评宅要 那些就我一早回去画定 家拳回来,大家一手一份 就可以看到那个社评宅要 要将当日的报纸新闻内容 是一个的消化 到7点多,就家拳回来 家拳和我分工很清楚 大家有分工 而他同样都是5点多起床 他就在家里做 他在家里自己将当日的报章摘要 将新闻早点找好了 一回来,就将它拳出来 就分了份给我 那我们大概每早上 坐不同的位置 就大概有5分钟左右的交谈 5分钟左右 因为呢,接着我们就进去 直播室了 那5分钟交谈,大家就说 今天我们有什么话题 今天的重点是什么 今天我们有什么可以说 特别是我们的新闻解读 解读什么 我们5分钟 已经全部埋起床 真是几十年来的默契经验 很难再找到 这些那么特别 那么好的搭档 我们的新闻天地 尽管好像独播主很简单 但是我们每天 所付出的心力时间 我相信很难找回 一早起床 第一时间就 开始去找了 其实不是一早 昨晚开始 就去准备 我以前在城市大学 教学生 或者现在主持一些工作坊 教演说技巧 我有几句心得 我说当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去讲话 我在读证分钟才准备 只要为自己好 牙牙叉叉叉 我需要准备 一来找我说 到四十多岁 人成熟了 其实 我就准备到最后一分钟 认真了 今时今日 五十多岁开始 我就知道 我每一分钟 都在准备 新闻天地 不要小看我们两个老鬼 我们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每一分钟都在准备 我是一个传统的报人 1977年入行 做记者仔 经历过香港最黄金的报月时代 后来转战下半场 我就去办一份基督教的刊物 同时也加入了香电台 做客席主持 一做 做了港台十多二十年 做过电台 做过电视 又做过报纸 又自己办过周报 满以为 其实所有媒体都做过了 所以也形成了一个 为何后来应大班的邀请 加入DBC 去召目主持呢 当时我在港台的工作很稳定 也很安全 相信做到没有退休年龄 即是那些客座主持 但当时吸引我们的地方 除了大班的交情之外 就是新媒体 数码广播 一个终身做事 传播工作人 最吸引他 就是新东西 新的挑战 所以毅然加入了DBC 从DBC 蜕变到D100 似乎 很多东西都不在我的计划当中 但这就是说到 传媒人是要 因世理道 所以是适时去改变 时代社会不会就你的 是你去配合它 你找到自己定位 所以今时今日 儘管媒体世界很多改变 但我仍是我 我仍守着我工作原则 否着我做传媒人的底线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有所说 有所不说 当时今日 香港当前的政治环境 或者在国安法的压力下 确实很多过去 本来是顺利成章的东西 今时今日 都可能你踩到红线 但最重要 你知道红线在哪里 红线 我很清楚 不是因为国安法 不是因为社会运动 我这么多年来 我教新闻写作 教新闻评论 一直跟学生说 在香港准管自由社会 但有一些红线 你不能踩 对不对 面对中国政府 有些东西 你是不能踩 你便试试踩一下 造成了 后果就是这样 所以这方面 既是经验 亦是一个智慧 很多事情 不是勇就可以了 有勇 有谋 心中 要是有人 至人勇 三者俱备 我相信 任何环境 你都可以找到自己 应该做的事 随遇而安 在我的人生 自己都没有过寂寞 更加没有工作的厌倦期 每日都是一个新的尝试 做媒体最大的地方 就是它本身 就是每日都在变化 而一个城市的社会 都经常面对香港做媒体 尽管今天 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 我们模伏过去的黄金时代 很多岗位没有了 很多媒体没有了 但是 其实仍然香港 是有它的变化 相关来说 一个城市 每天是如常 黑板色的生活 那做新闻真的很没 但是香港每日都有变化 我每日回到D100 开了个电脑 打开那道报纸 准备今天说什么 除非我发现有一天 我发现我没有什么可说 那真的要收声 但是目前来说 每日都有东西 每日有新的话题 每日有新的挑战 听我做节目 可以了解很多社会时事 表面和背后 听我做人间感言 也有很多人生的智慧 什么人生智慧呢 人生智慧很简单 因为在适当时 你做适当的事 这就是人生智慧 我想借助 这是我当年在成大教书 学生送给我的纪念品 很多人来我家都觉得 这个纪念品 为什么呢 叫做李锦雄先生 中药店 其实我当时教 沟通演说 一个很重要的心得 一个人所说的 做的事 就将你内心的事 表达出来 好像中药店那样 你所处备的药材越多 你有足够的把脈 望闻问切的力量 你就知道 在适当的时候 做适当的事 对于重症 你要下重药 轻症 你们开简单的 二十四尾 清補两尾 所以无论什么时代 传媒人 都需要有一定的内涵 有一定的智慧 你的内涵越多 和你的智慧越高 就知道在什么时候 你可以说到什么 不要说 那天我不能说 那天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 这就等于 你只能够一两个处方 你用完就没有了 你说不是 你的内涵越多 你的白纸柜 所储存的越多 你就适应到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病人 去开方处药 这就是我做媒体 几十年来 一个相信 是任何时代都适用的 一个座右名 D100应该是我职业生涯 传媒生涯的最后一站 我估计 我都会在D100正式退休 想不到的 其实这几年的转变 也带来了我在D100 一个很特别的收获 过来说 我在D100做节目 总是轻轻松松 轻描淡舍 但D100所面对社环境改变 都必须重新定位 我也是要为这个定位 做一个很清晰的指标 好让我的同事有安全感 要让D100有安全感 我一定要走在最前面 去挡风 而如果我能够挡到风 后面的人 就没有那么大压力 于是我从家拳 家拳我认识很多年了 在晚暴时代 我们是竞争者 我做升佬晚暴 他做新晚暴 我比他出道多一点 但都不差多远 是同一时代的暴人 但今时今日 两个老暴人 在香港最艰难的时候 在D100最旁往的时候 我们双劍合璧 做新闻天地 那种默契经验 和心中的火 仍然存在 最重要 我们有一种 拿捏的功夫 我们知道那些东西去到哪里 不能再去 我们说到哪里 不能再说了 其实我们在这个 似乎是困惑的时代 我们心中一定是有一条线 这条线是要保护自己 保护D100 我想不到 新闻天地和家拳那种火花 其实我做过很多很多的电台节目 和我拍档都不合十几人 什么人都有 但发觉和家拳合作 那种无疑的默契 有人说 你两个是否写稿 这么暢顺 不是的 我们自然埋位 自然埋位 自由发挥 商劫合璧 完全不用排演 完全是出于自然 这些自然是来自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使命 当然 也带了我们很大的工作的满足感 其实本地的生活最大的改变 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 其实较多时间就用来臭孙 臭孙是一种乐趣 但从这个臭孙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反映到很多人生的意义 人生有四季 当我现在去到一个深秋 进入一个冬季 你必须体悦到四季人生 就是你适当的时候 你做适当的事情 这个时候 你会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有用不完的精力 用不完的时间 有浪费 足够的青春 没有问题 年纪大了 你介绍自己有多少日子 有多少精力 你只能够将你的余下的时间 放在你以为最重要的时身上 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教会 教会的侍奉 而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价值意义 一定是家庭 今年当中我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 各自有家庭 于是焦点放在一个孙子身上 那为什么孙子那么重要呢 那就是去到一个人生的秋冬期 就会觉得 你知道你的时间不会太多 那女儿小时候 当时很疼她的女儿 但当时要努力工作 要养生活儿 你能够将家庭的时间 其实是这么多 是这么多 还有这样的女儿 有时间了 我对了几十年 有时间了 但孙子出现之后 你会发觉 我能够陪她多久呢 她慢慢大了 她又不会跟着老人家 就在她这个所谓幼童期 多些陪伴她 多些将一个公公的一些人生 智慧经验等等 潜言抹化去渗透给她 将你的爱 能够给的就是最需要的人 当然很多地方都需要我 但那些地方没有了我 没有问题 这些伯伴没有了我 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那些伯伴没有了我 就没有了个公公 你一行良之后 你就会知道 当你剩下这么多的时候 你只能够将她 放在一些 其实是最重要的地方 其实我在中学高年级 已经很想入报馆做事 就跟我读书的时候 有机会去参观华调日报 升到日报 觉得新闻高作很适合我 我读的是中文学校 所以当时在香港升学 那个难度较高 那结果我就没有办法 入到我心仪的中大新闻系 没有办法是入到我心仪的 集会传理系 结果台湾就收了读新闻系 所以我顺利成章 就去台湾读了四年的新闻 接着回来香港 就入了星岛日报做记者 开了我的差不多是 四十多年的报人生涯 人生路就这样走出来 但能够一生当中 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觉得真的不枉此生 当时香港社会 其实都很重视学位主义 拿着台湾的一个大学位 其实当时你考政府工 都不承认你 我说过我很想入中大新闻系 因为不够资格 认不得了 但有可能之后 我在新闻系 都做出颇有成就 结果我仍要去中大新闻系 教书 这个是很特别的 一个人生的转接点 譬如说现在我坐的地方 就是我叫做我家的后花圆 就是香港大学的校园 都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 精神的一个养分 一方面我每天都在这里做运动 一路走上去龙虎山 每天做这个运动 港大有很多的讲座 我怕曾经去听演讲 所以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的保护 讲讲台湾读书了几年 当然 当时在很多人心目中 我说台湾的水平 可能未到国际级 但那几年我觉得是很感恩 一方面做了自己一个对新闻工作 那种形式 遇到有些很想识我的老师 磨练了好的文筆 最重要呢 就是对中国历史的形式 读书的时候 读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其实读到某个家电厅 去台湾有机会找到 就是所谓中国的现代史 近代史 为什么出现了台湾 为什么有国共之争 为什么中国要分裂分治呢 当然在台湾所接收的是 一方面的历史的资讯 但是做个香港仔 我们不断都会在其他方面 去更加去全面认识这个历史 所以后来回到香港 在报馆做事 有机会去采访中英会谈 香港历史是一个 中国历史的延续来的 以前很多的缺口不认识 但是当时来说 让自己真的去重整历史的片段 所以我经常说 今天的新闻是明日的历史 但是昨天的历史 也形成了今天的新闻一个延续 所以一个有历史感 有历史知识的新闻界 其实它笔下所颈 所想所写的 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今时今日我们做新闻天地很简单 我们会讲到两岸很多问题 我们不仅是拿着一份社评照 我们会一直延续那些历史背景 为什么出现了民进党 甚至为什么有台独思想 为什么北京政府 这么认真去看统一问题 因为你不认识历史 你很难去理解 很多听过朋友都质疑 D8的口号 说真话 凭公义 浩然吻 今天有什么空间可以做 当然不会否认空间是收拾了 但说真话 其实可以另一个解释 我们不会讲假话 我们都讲真话 不过就不能全部的真话 讲出来 但说话都是真的 我心里很简单 就是开咪 看书 臭酸 其实我不可以缺少 每天都去行山 就从这个港大校园 穿越了 一直走到这个龙埔山 又够钟 要行山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